嗨,大家好,我是玄妹 玄妹今天要去银行办理一下我的银行卡 我这次回越南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银行卡就是用不了了 被停用了,所以我现在要去银行问一下 然后把我的银行卡开通一下 也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 现在玄妹要去银行办理了 我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这边的银行了 我之前办的银行是招商银行 所以今天我就来到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招商银行 问一下到底我的卡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现在转账还有那个都使用不了了 那我现在就进去问一下 然后一会儿再给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原因 这从银行出来了 原因就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回越南 然后我回越南的时候不是要换越南盾吗 所以我找了一个中介换钱 然后他们的意思就是那个中介给太多人换钱了 就有那个诈骗的行为 所以拿到我的银行卡了也给他转钱了 就是相当于是我跟他是同伙 都同伙 所以拿就是怀疑我也是诈骗吗 所以把我的银行就是给东协了 然后我去现在需要去派出所那里 开一个那个居住证明 然后来证明一下还有一些就是证据嘛 就是我换钱的证据 交给他们就可以 就是把我的银行卡呢 就给我打开了 就可以增长取用了 然后我现在就必须要去派出所登录一下了 毕竟我回来到现在呢 就是过年嘛 所以我也还没有去登记 正好呢也去登记一下 现在又要去派出所了 我刚才从派出所出来 然后已经把那个居住证明开完了 现在呢可以拿去银行 交给他们帮我把那个银行卡打开了 就可以增长使用了 我现在知道了以后我回越南 我都不敢那个跟那个中介 换钱的中介直接就直接转账了 太害怕了 这样的话就变成诈骗 万一被抓了 到时候我据卡就没有希望了 还好这边就是我每次去办事情啊 不管是任何事情 我觉得这边的工作人员特别的热情 特别特别的就是照顾我们这些外国人嘛 每次办东西呢 他们都不会为难我们的 就是一点一点的就是教我们是怎么做呀 要什么吃料啊 然后我在这里呢 每年他们也会就是上门嘛 每年他们会上门问我就是有没有回国呀 然后还有就是需要什么帮助嘛 所以呢我觉得这边的服务真的是太赞了 给他们点赞 我刚才去派出所也把那个去除证明 还有一些证明呢已经开好了 然后去银行那里把我的银行卡呢 也就是开通了嘛 现在可以增长使用了 把我吓了一跳 我还以为就是有那个杀骗行为了 这样的话我这边在这边的话会有那个犯罪记录了 以后我那个绿卡就没办法办了 把我吓了一跳 还好呢就是我还留下一些证据嘛 换钱的证据还有就是那个交易证据 所以呢这边的那个拍摄所以配合嘛 也会帮助我就证明嘛 然后我现在可以放心了 但是现在也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之前办的那个银行卡呢 是用我公共给我办的那张那个电话号码 就是我们家是用套商嘛 然后他给我办了一个电话号码 我用了六七年了 然后办银行卡的时候也使用那个电话码 但是现在银行说 现在不是银行那个比较严了嘛 国家砸的比较严了 因为诈骗太多了 所以呢就是必须每个人 都要用自己的电话号码 谁能办银行卡 就是本人的电话号码 所以我现在又要去重新办一张 那个电话号码了 然后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我们的支持 拜拜